WOW WOW 雙星4047 可以有這麼多海景 美到爆炸 而且上午跟下午的路線 都可以看到海景 邊吃邊當邊看海景 超享受 對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Dishako 我是Nina 看我們背後的這台 雙星4047 又有新的觀光列車可以坐了 它比較平價 但是內裝聽說超級豪華的 這一台就是專門開 我賀跟長崎這一小段路的觀光列車 我們會搭上午的班次 從苦雄溫泉這邊出發 抵達長崎車站之後 再帶大家晃一下長崎車站 不管上午或下午的班次都是沿海齊齊 所以怎樣都可以看到很美的海 外觀就可以看到這整輛車一直都有兩顆星星 那這兩顆星星分別代表這輛車會經過的長崎跟左後 一號跟三號車廂是全車子地席 這是二號車廂就是自由座 那如果想要買雙星4047的所有周邊商品的話 都是在二號車廂這邊 我們等一下也會買給大家看 吃給大家看 三號車廂到了 那這一個也是全車子定型 沒有買票的話就不能上車喔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上車了 這一輛觀光列車很貼心 它有設有這種可以放行李的位置 那這邊都有行李袋可以把它竖起來 所以不用擔心行李會跑掉 那如果是帶大行李來旅行的話呢 可以直接寄放在這裡 我們現在來到第一階車廂 那這一輛雙星4047的廁所 就是只有在第一階車廂這邊 這裡還有一個不可以蓋印章的區域 這輛九州的列車都有紀念乘車章可以蓋 那這一輛雙星4047當然也要周集一下 那還有另外一張很有趣的是 可以同時在一張紙上面蓋非常多不同的印章 最後變成很特別的圖案 那它這有三個印章 蓋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可能還看不出來是什麼 哇 已經漸漸有輪廓了 再來第三個 哇 配色是雙星4047的金色白色跟藍色 這個乘車紀念章案其實有兩個版本 像我們搭的是上午的 所以它的背景會是藍色 但如果你是搭下午的話 它的背景是橘色 就有點像下午是夕陽 然後藍色是白天 雙星4047的一樣 又是水布剛瑞治的作品了 一號車這邊呢 整體就是以木質調為基礎的 整個很溫暖的感覺 一號車跟三號車呢 是有一台九州的觀光列車 叫做準人之風來改裝而成的 整個車廂都這樣走了一遍啊 發現這一台觀光列車的座椅啊 跟西九州新幹線的海鷹號 有一點雷同 我覺得這兩個共通性 讓人覺得很可愛 在看風景的時候 也別忘了注意一下座椅這些小細節喔 一號跟三號車 還有面向窗外的座位 這是這台觀光列車最難搶的位置 因為呢我們會行經長期的 有明海跟秦海灣 這個呢都是可以看到外面的排景的 建議大家要搶這幾個座位是最推薦的 一號車 在座椅上到了 跟西九州新幹線 而且唔在座椅上 走太陽 一號車 在福州新幹線 還高 涼製 我们现在来跟大家介绍2号车厢 那2号车厢它跟1号跟3号不一样 是由133号新平号的预备车辆所改装而成的 所以整体的风格又跟1号跟3号的车辆完全不一样 就是走一个超级豪华的路线 你看它的天花板还有地板 整个花纹就是比1号跟3号车豪华许多 看点超多 我们现在下来肥前兵站 还会有吉祥物下来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下车跟他拍照哦 那我们现在又回到我们的第三节车厢啦 那这个车厢呢就跟刚才第一节车厢一样是 这个车厢呢也是由准人之风改造的 不过我觉得这一节车厢跟第一节车厢比起来 又有一点不一样 虽然一样是木质掉 但是整体的氛围又更沉着 颜色又更暗一些 像我们现在经过这一段就有海景啊 感觉这一段就有海景啊 坐在这边边吃便当边看还超级浪漫 这边就是二号车的周边商品角落 必买的列车徽章 列车徽章 还有这个双新号徽章也很美耶 遮滑的感觉 这个手帕的感觉还不错哦 绑在脖子的那一种 好像也不突兀耶 还有资料夹跟大浴巾 也是蛮实用 那这一个冰箱里面的东西呢 是上午跟下午的列车都可以买到 但是便当的话呢 就只有上午的列车限定 那我们也有预约等一下开箱给大家看 我们现在要开始吃便当啦 那这一个便当也一样超级豪华 便当里面呢就放了超高级的左鹤牛 而且一次就给你三种不同的左鹤牛料理 像是它的牛排啦 还有牛肉可乐饼 跟烤牛肉 其他配菜呢也都是九州产的食材 像是莲藕啦 然后虾子 一个便当里面呢 就有非常多不同种类的食材可以享受 这个便当呢 一样是要事前预言 目前一个售价是2800日元 除了便当之外呢 有买他们车内限定的饮料 像是这个伊牧利的橘子汁跟西野茶 刚才看到觉得超想买的起司蛋糕 那我们赶快开动吧 现在跟Lina又回来了长崎车站这边了 今天这样搭下来啊 当然它的内装啊外观 还有服务都非常的惊艳 所以让我印象深刻的果然还是它这一条路线 因为这个真的是第一次有专门行走于长崎 到五熊温泉之间这个西九州路线的观光列车 到蛮多站他们都会停下来嘛 其实我在那边就是感受到当地居民的热情啊 就是想要跟别人交流的那种感觉 对我觉得这一个才是真的有在旅行跟当地人交流的感觉 双新四行四行可以有这么多海景 每到爆炸 而且上午跟下午的路线都可以看到海景 边吃便当边看海景超享受 我觉得另外一个是它的价钱真的很值得推荐 观光列车可能给人家的感觉是要加价 有些是要破万的啦 就很豪华又很昂贵 你只要有拿千亚的PASS的话 就可以预约来做 超划算 超划算 限省四千以上 就算你没有这家PASS 你就是单纯的买的话呢 其实也才四千多 换算台币才一千多吧 在这边提醒一下 搭这台双新4047的话 建议还是先预约 到日本才到现场换位的话 可能会太晚 建议一个月前就先预约 抢位置会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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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